我是出生在上海 一直在上海 从出生一直到1949年 一直在还没离开过上海 1949年 我刚好是大学三年级 还差一年就大学毕业了 我上的大学是沪江大学 是一个美国的教会学校 所以解放上海以后 所有的美国人都 都走了 所以我们沪江大学也关闭了 所以我那时候很着急 我就差一年就大学毕业了 我正是没有办法着急的时候 1949年 新中国的政府 要成立各个部门 他们就在上海招考 但是他们没有说 到上海招考 是到政府去工作 就是说 谁要是愿意去北京上学的话 可以在上海招考 考过了以后呢 就可以去北京上大学 我心想正好 我还差一年 我正好就是能够到北京 再上一年大学 我就大学毕业了 所以我就去报考了 在上海招考 但是呢 上海周围的 任何城市的人都可以去考 所以考的人很多 取的也就是一百多人 所以我很高兴我考取了 那个是笔试 口试 还有证审 我都通过了 所以我到北京去上学 那个时候呢 共产党跟国民党还在那打仗 所以呢 火车不通 我们是坐着专车 专门给我们考取的这批人 开了一个火车 把我们专门送到北京去 跟国民党还要打仗吗 国民党那个飞机就 炸我们坐的那个火车 所以我们那个火车 走了四天 四天四夜才到北京的 一来炸呢 那个火车马上就停车了 我们就下火车就躲起来 我们就坐火车呢 人很多 大家呢 就睡着那个 睡那个椅子上 椅子上不够睡就睡地窝 那就睡在地上 睡椅子底下地上 有的人呢 连地上都没有地方睡呢 就睡到那个厕所里去了 所以厕所也不能上 所以每次叫 那个火车一停 就是他来轰炸 火车一停 所有的人都下去 叫我们下去躲 其实大家呢 下去就是说 上厕所有的是什么 我呢刚好下去 我看见有那个老乡 拿那个一盆一盆的水 两毛钱一盆水 就可以洗脸的 我就拿那个一盆水去洗脸 洗完脸以后 我发现呢 那个水还不是太脏 我就想把脚也洗一洗 我就把那个鞋脱了 把脚伸到那个盆子里去洗 刚伸到盆子 还没怎么洗呢 一看火车要开了 所以呢我就很着急 赶紧拎着鞋就跑 一面跑呢 前面跑呢 火车就前面 就追那个火车 很多男同学呢 就在火车的门的那个地方 他们就把我拉上去了 拉上去又好容易拉上去 我就是赶上火车就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呢 就下了火车呢 他们就来了两辆卡车 军用卡车 说接我们去 后来我们就坐了那个军用卡车 就那个时候也不认识路 实际上就是开到那个颐和园附近 结果到那呢 就看见有一个大门 门上呢挂的那个牌子 就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我们就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呢 第二天呢 那个领导就跟我们讲话 就是说 我们在上海说 你们考取的人 可以到北京来上大学 现在呢 这个就是你们的大学 可是你们的大学呢 跟那个普通大学不一样 是改造思想的大学 我们就 就这样的 也不知道改造思想是什么 也就既然一来就上吧 所以就这样的 我就是这样的 糊里糊涂的 从上海到北京 我们就 当时就算参加了革命的 我们就成了革命干部了 我从小到大 没离开过上海 所以对上海 已经很习惯了 结果我们到了北京去 我一到北京 我就一看 我就觉得 哎呀 这个北京漂亮的不得了 因为我从来没离开过上海 到北京 北京完全 北京当时完全是 那个老北京的 那个 是跟上海完全不一样 上海是一个 西方新的 那个城市 北京完全是老北京的 当时那个 北京没有动 完全是老北京 我一看 那个 去看了那个 宫殿呢 什么那个老房子 胡同啊 我都是没见过的 我觉得漂亮 漂亮极了 北京呢 我去买东西 北京的那个 店里的人 都是讲北京话 而且非常非常的 不像上海 那个 好像你去买东西 他无所谓的 到北京去 他非常有礼貌 反正我非常喜欢北京 北京那个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人管 随便去 随便进去 我进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以后呢 才知道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呢 分两部 一部跟二部 我们呢 是上的是二部 有一部 一部的学生呢 都比我们年纪大一点 我就好奇 我也去看看 结果我发现 一部有很多有名的人 在那上学 什么演员呢 什么民主人士 很多我 虽然不认识 我看他们 我就认识他们 就是说 二部呢 都是像我们这样 年轻的学生 我们是分的二部 十八班 二部十八班 实际上呢 是那个外交部 招考的工作人员 我们都属于外交部的 但是没有跟我们讲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在那待了七个月 就是七个月 就是进行四项改造学习 七个月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天热 我们去考进去是夏天 我还穿着各式各样的 上海的那个漂亮的衣服 结果我一直到天冷了 到冬天了 我们的衣服 我们都就是穿着夏天 没有冬天的衣服 就发给我们 发衣服 发的呢都是军服 副作业军队的军服 发给我们 我们的女同学呢 穿了都太大 又笨又大 结果呢 我们自己就缝了 把那个衣服 改小一点 或者改好 比较好看一点的 样子比较好一点的 为了这个事呢 我们爱批评了 就是说 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刚从上海来 觉得要漂亮一点 反正我们爱批了吧 说是你们穿军服 不能随便自己改的 穿军服嘛 就是不是要漂亮 要你们 就是像部队一样的 学习了七个月 七个月呢 就宣布我们是毕业了 可以那个 毕业了以后 就宣布分配工作 就我们大部分的人呢 都让我们参加英语考试 我们又考 上海考了一次 这个七个月学习完了 又考一次 考完了以后 根据我们考的 那个英语的好坏 分班 分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班 我是分的六班 是最高班 最高班的二年级 也很滑稽 七个月呢 我们就不敢讲英文 因为 刚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还是讲英文啊 什么的 那么他们觉得 我英文比较好 也比较活跃 就让我们 让我教他们 唱英文歌 我教他们唱英文歌 教完了就IP了 从此以后呢 我们就 英文就不敢说 我连碰都不敢碰 所以七个月 四项 完全就是四项改造 没有 不讲英文的 但是呢 七个月结束以后呢 就是重新考英文 根据考英文的 跟他们分班 靠学院的人呢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研究 有 有 有 还有 还有 别的大学的 还有呢 大学已经毕业了 工作过的 当时考的时候 他没有限制说你原来做什么工作 就是说就考试就行了 我们开始的时候讲上海话 IP 说是我们那个 我们不是都是上海来的吗 喜欢讲上海人碰的就讲上海话 结果IP 说是我们搞小团体 别人听不懂 就是说有的人不是不讲上海话 听不懂 就是不许讲上海话 所以我们呢 我那个时候就不讲上海话 就讲国语 我国语呢讲的不是太标准 我刚去的时候不是太标准 所以呢也 也拼命的想学 把国语讲正确了 你去的时候 国语你听得懂 你还不会太讲 我会讲 因为我妈妈是天津人 实际上我妈妈讲的普通话呢 有天津音 所以我的普通话也不是太纯的 到了北京以后呢 就自己改正吧 错误 现在他们说你的普通话讲的像北京人一样 实际上我在上海 从出生到离开上海一共待了20年 我在北京待了40年 所以实际上我在北京待的时间比我在上海待的时间还要长 而且我因为北京不是搞口语翻译嘛 要求就是说那个 不管英文也好 不管是国语也好 都比较标准的 所以呢 我就 所以我后来北京话讲的比较标准 虽然我觉得还是带一点上海枪 但是也算是北京讲普通话了 根据郭英元的这个国语讲的 所以后来呢 我的英文也好 国语也好都比较标准了 到了美国来以后呢 很多人听见我讲普通话呢 都认为我是讲北京话 认为我是北京人 其实我讲的不是纯粹的北京话 是普通话